刘衍丽,1954年生于黑龙江哈尔滨。 1972年8月,靠入长春电影制片场演员剧团。 1973年在影片《燕阳天》中,出演个人第一个荧幕角色韩晓乐。 此后,陆续拍摄过向阳院的故事、长空雄鹰等影片。 1977年,调入北京电影制片场任演员。 拍摄过《大河奔流》、《婚礼》、《知音》、《新兵马强》等影片。 由于出演角色逐渐受到个人形象限制,八十年代中期以后,开始淡出一谈。 1973年,在电影《燕阳天》中,饰演韩晓乐。 1974年,在电影《向阳园》的故事中,饰演红杏的哥哥。 1975年,在电影《长城新曲》中饰演战士陈思平。 1976年,在电影《长空雄鹰》中,饰演空军飞行员江文玉。 1976年,在电影《山村新人》中,饰演知青刘诗农。 1978年,在电影《大河奔流》中饰演天亮。 电影《续照》。 1979年,在电影《婚礼》中,饰演青年工人王大龙。 1981年,在电影《知音》中,饰演杨仪。 电影《续照》。 新兵马强电影《海报》。 1981年,在电影《新兵马强》中,饰演战士马强。 电影续照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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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982年,在电影《金鹿儿》中饰演工人刘聪。 1981年,在电影《金鹿儿》中,饰演工人刘聪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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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981年,在电影《金鹿儿》中,饰演工人刘聪。